一颗颗圆滚滚的石头夹杂着不规整的条纹 覆盖在南田的海岸边 这些石头被称呼为南田石 随着位在南田的阿兰伊古道观光人潮增加 担心有人会捡走南田石 台中县府特别树立 石头很久远一颗就破产的告示牌提醒 避免受罚 以前听说可以捡的 现在因为政府的规定就没有人在捡的 没错 罚金确实相当高 为者可罚100万以上 500万以下罚还 一般人捡食一颗就有可能会破产 但南田石2015年规定禁止捡食钱 部落居民都会捡来做基础造景 不过有人认为 图师采取法规定 可以捡食少量自用 不受限制 但县府强调 还需要土地所有权人同意才可以捡走 否则还可能会有切到刑则 过去没有收场的观念 其实我们捡回来 就像你现在所看到我家里 就是我们做一些 我们讲的漆场 或是说做一些 场面上的一个贴土 土地是私有 可能要私有地主同意 那国有可能要国有产业同意 用这样的程序 才可以免除那个 土石采取的一些相关的行者 县府强调海岸石头具有保护海岸作用 民众最好不要减食回家 不过学术研究或是意文创作需求 可以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 取得同意就可以少量使用 于是新保护局台中达人采访报道